这晚上不睡 这黑眼圈又出来了吧 你说 没法给你起这鸡 来 喝点汤 这一晚上你去哪了呢 这么多天了 我每天晚上在家等你 你也没在乎过呀 一个晚上找不着我 你就急了 我能不急吗 那我那 那都是在加班是不是 你这莫名其妙 我都找不着人了 打电话也不接 死活找不着 你说我能不急吗 你去哪了你 你是想问我去哪了 还是想问我跟谁在一块 这 这不一样吗 那那行 那你就说 那你跟谁在一起呢 我跟高宁在一块 怎么了 这被我们猜准了 这又喝下了吧 是不是又喝下了 那沉醉着跟云南结婚 高宁心情不好喝多了 我去酒吧找他了 你喝你可以 你跟我说一声吗 这我心里也踏实 您那么忙 您天天加班 这种小事我哪敢惊动您啊 后来我们俩从酒吧出来 还差点被两个流氓给非礼了 这种大事啊 那那领导是 是我不对你是吧 我应该保护在领导周围 张阳 我也不是傻子 以前我顾全你的面子 好多事我不愿意说破 今天既然话到这儿了 咱们俩不妨说说明白 你说你一个公司负责后勤的 有那么多班可加吗 你这么多天了 你每天是去加班啊 还是去干什么了 云南你说这个我就不太爱听了 那我们管后勤呢 怎么就不能加班了 这跟工程有什么关系吗 该加班忙的就得加班是不是 那你这么说你还是不信任我了 我一定是加班 我还能干什么呀 你说我这两点一线 除了单位就是加你 不信你自己翻问手机 除了是给你的未接电话之外 你还有谁 这我们单位就会计老肖 还有宁总 其他就是龙子 老陈 还有别的人的电话 打进来没有 我你还不了解你 真是有意思 你说公司给你们多少钱 这个会计老肖 成天跟你忙成这样 我得跟他聊聊 你先别拨 你这不合适吧 我毕竟也算是老肖的上级 那你领导的爱人突然给 给这下属打电话问这事 你就我我这脸挂得过去吧 好吧 那给你上次打个电话 好吃了 多吃点啊 我前几天在商场看一根包特漂亮 你给我买了呗 买包 行行行 吃完门去啊 行 记得电话 喂 张阳 您好 我是张阳的爱人 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麻烦您啊 最近啊 我们家张阳老师特别晚回家 他说他加班呢 对对对 张阳最近一直在加班 他很辛苦啊 是这样 我们公司啊 最近刚接了个大的项目招标 这个全公司的人啊 都在忙活这个事 忙不过来 张阳一个人呢 顶好几个人用 特别的辛苦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麻烦您了 我正在陪客户了 要没什么事我就挂了啊 满意了 心里平衡了 踏实了 是吧 你叫我去明天吧 到单位得多少人笑我 领导啊 我跟你说 你在家里头 你怎么打我骂我 那咱家里自己的事 都好说 你这一个电话打过去 你 你我这面子怎么挂得住啊 我我真挺伤心的 多吃点菜 可以了 小雁啊 一个人想出了两个 两个家的款子 你跟老陈这辈子 我觉得啊 真是 不吃了 说他就说他 烧上我干嘛呀 你干什么呢 这玩意呢 其中的苦你是不知道 我跟你说 今儿差点穿帮 这这 哎呀 差一点 太全了 还好这娘俩马上回美国了 哼 要不这个炸弹啊 早晚就炸 咱俩要回美国了 嗯 下个星期就走 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说我也没问 这么着 那个我待会接布鲁斯 我再详细问问 你还去啊 啊 刚下完一身冷汗 我发现你现在是吃一百个豆 不是豆腥味啊 哎呀 都不差这一个豆了 人家马上走 大事 我是不是得问详细点啊 九月跟我说 走之前想给布鲁斯 办一个欢送会 说什么也算布鲁斯中国之情 给他画上一个原版的句号 你看看怎么办 大半呗 这 这一定得好好办一个大派对 这也算我没白给布鲁斯 当音乐爹 龙子 这事你看怎么弄 什么怎么弄 我怎么发现 你有点心不在焉呢 没有 有 有 真没有 真有 不是 那谁那 蒋莉莉那儿又 找麻烦 没事 因为你演员呢 装什么呀 我 这确实这有点事解决了 解决了 没事 解决了 不是布鲁斯办那个 跟那个 别打岔 现在在说你的事 我们俩已经说完了 大半 为什么走神 为什么走神 为什么心不在焉 好好编 那就是饿 饿 好吧 吃饭 饿 好吧 请你们吃饭去 我 吃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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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